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荣誓 身着荣装的战士盲受耻辱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做不了战士 做不了荣誓 但是现在受奉君之命又来做了这个荣誓 所以陈辱荣誓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 大体上可以翻译成是 我不合格的作为一名战士 作为一名战士 你就不能直接翻译成是 我使战士蒙受耻辱 所以这里面的言外之意 我们需要仔细的体会 我作为一名荣誓呢 虽然不合格 但是现在身体正好在这儿了 所以就敢告 冒昧的禀告 冒昧的向您禀告 向其后禀告 禀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 我不敏 就是我天字不好 办事不敏捷 做事情不麻利 也就是不会做事情 但是这个不敏和社官惩罚之间有转折关系 我虽然不敏 但是我社官 社就是代理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所在的这个官职 这个官位 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所以由我来临时顶替 临时代理 这也是含有自己才能低下 不趁担任目前这个职位 社官和惩罚之间是目的关系 为什么要社官呢 是惩罚 所以后来在汉语当中 社官和惩罚都变成了词 都是古代官员在自签的时候 经常会说自己是惩罚 因为暂时缺人 所以由自己来临时充数 说到这儿 韩决的话就完了 但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直到田两军 我想这个意思还可以明白 但是到后面 韩决是客气客气又客气 他客气什么 我要抓你 我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虽然我不敏 虽然我是社官惩罚 但是我就在这个位置上 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的职责就是要把您抓起来 那么这些言外之意 韩决就不用再说了 在古代的这种语境当中 我们也坚定的相信 齐请公一定会心领神会 接下来的一句很有意思 朝福使公下 使就是命令 派这个齐请公下车去干什么呢 到华全给自己取点喝的水来 我们现在就知道 刚才这个韩决又是直至 又是再败七首 又是风伤家必尽 其实对象都不是齐请公 而是庞仇甫 那么庞仇甫看到韩决这番表演以后 知道韩决果然是上当了 所以就装模作样的派这个齐请公 去给自己弄点喝的来 到了这个华全以后 这个取尹 尹是已经转指了 但是这个转指应该说 实际上已经是词汇层面上的转指 下面就是在战斗结束以后 各路将领都向主帅献上自己的战利品 韩决就把这个庞仇甫献上去了 经过审讯 知道这根本不是齐请公 于是希克就要把庞仇甫杀掉 庞仇甫就大喊道 从现在 从现在一往 就没有代替自己的君主承担患难的 在诗经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是认是富 这个认字 富字我们知道了 富就是卑 富和卑是同源字 富和卑是同源字 这个富是把这个要承载的物体放在后背上 那么认呢 就是搂在怀里面 搂在怀里面 所以无论认还是富 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来承载物体 这个盒子本来的意思是用肩布 用肩布作为载体来承载重物 那么盒跟单不一样 盒是用一个棍子 这个后面一端是承载的物体 另外一端是用手来压住 而单是以肩布作为这个支点 两头都有物体 无论是任还是富 还是和还是单 我们看到都是跟人整体的动作有关系 所以都是从人 但是到近代以后 人们在造新字的时候 这些动词却都跟手发生了与一身的联系 所以比方说这个背 人们也加上一个手字旁 写成这个背 这个刃写成抱 也是跟手有关系 这个单也换成手字旁 其实从表意的合理性上来讲 这些动作都只是跟手有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从人可能更合理 但是到近代汉语以后 为什么要换成手字旁呢 因为从手字旁的这个字 更多的是跟这个行为动作有关系 所以人们一看到 所以人们一看到 从手字旁的字 往往会跟这个行为动作联系起来 而不是跟这个事物联系起来 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从手字旁的字往往是动词 好 这个刃本来是用身体的全部来承载物体 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为 如果是承载这个抽象的事物的话 那么这个刃就是承担了 任患就承担祸患 本来这个祸患是降在君主的身上 那么现在有人替君主把它承担下来 代替自己的君主把这个祸患承担下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从今往后就没有代替自己的君主承担祸患的人了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把我杀了 后面的人看到代替君任患 下场如此悲惨 那么人们就会引以为戒 不会再去替自己的君主承担患难了 下面这个庞主府接着说 现在我就在这 我就是一个代替君任患者 将要被杀吗 大家注意这个祸 本来就是承担的意思 这个承担的最高境界是杀头 是不是 被杀掉 但是在很多语经当中 这个祸就是法的意思 这里面 这里面为是注动词 表被动的意思 好 听到庞丑府的这番话 西克就说 一个人 不难以死免其君 这个不难以死免其君 就是不以以死免其君为难 不把以死免其君 看作是困难的事情 就是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很轻易的就选择 以死免其君 那么什么是以死免其君呢 就是以自身的死来免其君 就是使其君免于祸患 免的内容还是没有出现 但是这个免和兵语之间 是使免的意思 是至始义的关系 好 这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就是一个人不把用自身的死 来使自己的君主免于祸患 看作是困难的事情 假如一个人这样的话 我杀掉这样的人 不祥就是天不幼也 上天不会保佑 这是古人对于祥 祥就是天幼之曰祥 所以这个字从事 跟上天的意志有关系 那么既然不想 所以赦免这个人 赦免这个人 用赦免这个人这样的做法来鼓励那些弑君者 勉励那些弑君者 弑君者就是给国君做事情的人 好 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劝 劝不是劝说的意思 而是勉励的意思 所以徐子劝学是告诉人们从学的道理 从学的重要性 勉励人们都去从学 劝农丧 是政府出台一系列积极的措施 勉励人们都去从事农业生产 那么这个劝农丧里面包含的还有就是政府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措施 让人们尽量的不要去从事工商 但是从字面上劝农丧还是通过很多优惠措施 让人们乐意去从事农业生产 于是就赦免了庞愁府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读完了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想大家已经有体会 这篇文章虽然是描写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 但是作者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很少 描写的主线 叙述的主线始终是以人物为中心 这样描写 这样的叙述 那么对于金氏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这篇文章当中有很多的词语 比方说集市 集市比方是城市的意思 比方说社官 惩罚 等等这些词后来在汉语当中 汉语的词汇保库当中都保留下来了 我想大家读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 左传这本书对于后代的文学语言那种深远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哪些词后来保留下来 大家刻下自己认认真真的从头读一遍 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这篇文章我们就读完了